好,那我稍微 那应该会看清楚一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JavaScript这个语言 功率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那这个器到底要怎么立呢 我没有用自己写的,因为我觉得 虽然我有写了一些,我觉得还不是很够完整 而且那些东西是在我JavaScript还没有很熟的时候写 所以不如借用别人的来讲 那这个是一个网站叫做LearnS in Y Minutes 什么意思呢?就是 在S分钟里面,在Y分钟里面学X 这个东西 那意思就是很精简很简简 花一分钟里面就要把S学好 那这个网站里面 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程式 语言,各式各样的东西 他都只用一篇文章就把它讲完 只用一篇文章就把它讲完 那所以 这是他的特色 那我蛮喜欢他的 这一篇 我觉得他很精简的 就把JavaScript 该讲的都讲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太快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学过JavaScript的人而已 你可能会觉得太快 但是这正是他为什么能精简的原因 那我们这一门课呢 虽然使用的语言是JavaScript 但是我们需要有个开发工具 就像你学C语言的时候 你有开发工具 就是GCC或DevC++ 或者是V9C++ 这些 那我们学JavaScript的时候呢 其实一个现成的工具 不用安装就有了 因为你本来就一定会安装那个东西 那就是浏览器 但是用浏览器来学JavaScript 其实是不太方便的 因为浏览器都是网页的 你要除错是不太好除错的 所以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工具 就像各位使用DevC++ 在开发C语言一样 那我们另外一个工具叫node.js 它可以让你比较方便的来开发JavaScript 那这就好像R语言 R其实已经把软理跟语言混在一起了 因为它就是一体合成 所以你可能感觉不出来 它到底是语言还是软体 那一样 那其实R也不是语言 其实它不叫R R的语言其实叫S3+. 只是R又稍微修改一下 所以通常我们也用R来称为这个语言 那JavaScript的特性是怎么样呢 很多同学你看这些语法 都会觉得好像有点熟悉 这是一个函数呼叫 你有沒有加分号呢 就算你没加 JavaScript往往会自动帮你加 所以有没有分号 所以有没有分号 不一定要有 但是习惯上我都会加分号 我觉得这是个好习惯 那我在JavaScript里面打3 那就是3 1.5就是1.5 OK 那这很简单 1加1呢 它就自动算出2 8-1 那就是自动算出7 10乘2 那自动算出2 35乘5 那自动算出7 5乘2 那自然是2.5 而且 这是整数 这是整数 11元这样除 会是多少 是2 会是2 不会是2.5 JavaScript的 不会 它自然会去调整它的形态 那它的 可以说它是直义式的 可以说它是直义式的 传统上它都是直义式的 但是为了速度的原因呢 往往会有很多人会为了这种直义式语言 搞个编译式引擎 OK 那种编译式引擎也不会纯粹是编译的 像Note.NET这件事它是建构在一个叫V8的 Google所 所诟病一家公司所释出来的一个JavaScript的引擎 那那个V8引擎呢就是用JIT的技术 Just-in-time compiler 就立即编译式 那立即编译式的比起直义式 它就会快上很多 因为JavaScript是浏览器的标准元 所以它的速度很重要 尤其是现在有了HTML5 有了CSS13 有了Canvas 又有一些像那个WebGL 这样特别需要强调速度的 那使用JavaScript的速度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Google的V8 它现在是非常的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引擎 那再来呢 这个 两个键号 各位学过C元的 应该就很清楚 是左移 那1的二进位是0,0,0,1 0,0,0,1 左移两位呢 就变成0,1,0,0 0,1,0,0 二进位其实就是4 所以1左移两位就是4 其实你把左移几位 就当成2的几次方 乘以2的几次方 那当然如果超过界限 跑到负的那边就不对了 所以 这边牵涉到二进位的表示法 那如果 可能 不是资工系的同学 你对二进位表示法不熟的 可能要稍微再回去 回顾一下二进位表示法 好 再来 1加3乘2 1加3是4 4乘2是8 所以这很容易就知道 那再来JavaScript里面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值 这些特殊的值 在C元里面可能都没有的 这种特殊的值 第一个是Infinity Infinity是什么? 无限大 那一般来讲 C元说1除以0 那它就直接产生错误 1除以0就产生错误 但是JavaScript不会 1除以0呢 是Infinity 无限大 OK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Result of EQ 1除以0 那 那 -Infinity 因为-1除以0 那 0除以0 那 0除以0呢 到底是无限大 还是无限大 根本就不是 0除以0是未定 未定的 那以JavaScript的0除以0 凡是数字运算之后 它无法决定的那种东西 它就用 Not a number N a Not a number 不是一个数字 OK 它就会用这一个特殊的值来代表 不是一个数字 那JavaScript里面呢 有True和False 就是真假字 它像是1元就只有0和1 它没有有所谓的真假字 那JavaScript是有真假字 那在JavaScript里面有字串 那字串你可以用单引号来框 代表字串 也可以用双引号来框起来代表字串 那所以这样子是比较弹性 不然你里面需要有单引号符号的时候 你就用双引号刮 那就比较不会相冲 那如果里面需要双引号的时候 你就用单引号去刮 再来 Not a true 不是真的 那就是假 因为在电脑里面 只有0与1 0与1 所以 不是0的话 就是1 这是布林逻辑 不是真的就是假 不是假的就是真的 没有那种一半真一半假 或有点真有点假 布林词没有这种东西 布林词只有真的和假 所以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不是假就是真的 好 再来呢 等号 等号 跟C元一样 等于等于是代表判断是否相等 只有一个等于呢 是指定 所以千万不要在一幅里面写一幅A等于B 那你的程式就会发生奇怪的现象 你要写一幅A等于等于B 这样子才是逻辑的判断 否则会变指定 那2等于等于1 当然就不对啊 因为它不是真的 所以是false 那不等于 不等于的话呢 就是用金探套等于 其实就代表不等于 金探套等于就是不等于 所以1不等于1 那1当然等于1 所以1不等于是false 是假的 那2不等于2 2确实不等于1 所以2不等于是真的 true 再来 更比较 1小于10 1当然小于10 所以是true 1大于10 1肯定不大于10 所以是false 2小于等于2 2小于等于2 小于等于 有等于 2等于2 2是小于等于2 没错 2大于等于2 也是true 因为2有等于2 那如果写2大于2呢 那就错了 就false 就false 不是真的 好 接下来 字串呢 要连接 字串要连接的时候呢 就两个字串 直接中间加个加号 把它加起 就连接 OK 这个很简单 那 如果 字串之间 可不可以比大小 可以 那它的大小是怎么比的 是用那个 字元的 碼 代碼 a的字元代碼是多少 b的字元代碼是多少 通常 我们在编字元碼的表的时候 a一定在b前面 所以a小于b 是true OK 好 那再来 这里就是交大式比的 比较奇怪的地方 是1了 字串的5等不等于数字5呢 字串的5等不等于数字5呢 字串的5等不等于数字5 交大式比的会传为true 所以 请 请注意哦 如果你把字串的5跟数字5 那种形态不相等的 拿去比 只要它的内容相等 它就会true ok 所以这里是比较奇特 那这里往往是javascript 被批评的一个地方 可是它当初设计就是这样设计啊 你也不能说 它这样设计很快 你就是要理解这个语言 你去用它才不会有bug 不理解它 你就 用它随便用就会bug 所以如果你真的一定要 形态又相等 内容又相等的话 你要怎么做 三个等号 三个等号 就是形态又相等 内容又相等 ok 再来 任何一个物件 其实javascript里面 所有东西都是物件 它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不是物件 所有东西都是物件 那这个物件点 那这个物件点 xat 0 那就是呼叫xat 这个函数 呼叫它的层面就是xat 然后呢 以这个例子而言 xat xat i 也有Nu 这个形态 那学过10亿元的同学 应该知道Nu 那Nu就是一个 一个 比如说 某个指标 然后 我一开始 不让它指向东西 之后 我就先让它设定成Nu 那Nu就是没有设置的意思 没有设置 但是javascript里面不只有Nu 它还有一个叫做untify 未定义 所以一开始如果你宣告一个变数 但是你没有给它指 它指不会是Nu 它会是untify OK 所以 我想想看 如果你没有宣告是untify 如果你有宣告到底会是Nu 还是untify 我搞不清楚要测试一下 Nu 跟untify 它有不同的地方的用处 再来 VAR VAR 这个字 就是用来宣告变数 那javascript是一个 弱形态语言 或者是无形态语言 所以呢 我们不会看到像是一言那样要写int 或者是写float 不用 因为它不用宣告形态 只要你要宣告某个变数 就直接把那个变数拿来等于什么就好 直接把那个变数拿来等于什么 但是 直接把变数拿来等于什么 它会创建一个新的变数 那万一你用到上面已经定义过的呢 那你就把它改掉 所以这样不是很好 ok 因为这样容易造成bug 对 你不小心就改了一个别人 所以如果你要定义新变数 你就上面加个VAR 那它说 ok 现在这个是一个新的变数 新定义的一个变数 这个VAR 我让它等 ok 所以 在这里要 最好要习惯就是说 如果你是新的变数 区域变数 那就加VAR 嗯 没关系 你们可以讨论 那 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有问题 就直接问我也可以 互相讨论也可以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不是会一团乱吗 你说 突然之间另一个变数 不是说这个东西拿来写完 因为那每个人 假设写不一样的东西的话 这样不是会一团混乱 对 所以 这种语言有它的问题 但是也有它的好处 那问题就是说 你可能会因此而造成一些bug 因为我说的bug 可能你听不懂 就是 在我们程式领域里面 我们说bug 就是 就是错误 就是一种逻辑的错误 没抓出来的逻辑错误 那 那种 为什么叫bug bug bug不是虫吗 那原因是因为 在很早很早的年代呢 我们的电脑很大 然后 有一次呢 那时候 有一次呢 有一个机器 然后就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人家说 奇怪 他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然后来 有一个 有一个人 他就去机器里面看 然后就看到机器里面 有一只蜘蛛 在那边结网 然后呢 所以导致电路呢 有问题 所以 那个人就把蜘蛛给扫掉了 然后呢 机器就会不正常 那从此呢 我们 电脑里面称 呃 程式里面有错误 就叫做bug 一只蜘蛛 在里面 ok 那 我刚刚说的就是说 你刚刚说 我这样随便定义一个变数 他就把它改掉了 那这样是不是会产生很多混乱 确实是 那所以这也是这种 这种类型的语言 比较容易被构定的地方 那像C元呢 是一定要编译过 然后 他会自己检查 如果你不该 你那个变数已经存在 你直接用 那确实就是用旧的变数 那如果你 你没有宣告 那他自然他就会告诉你错 但是 呃 趋势其实慢慢的走向 现在越来越多这种 所谓的动态语言 就是他的形态 就是他的形态 那 这样感觉比较好边界 嗯 那 你必须要宣告的时候 你不要宣告到同名字 不就好吗 欸对 对 那 而且他有一些很特殊的技巧 我们等一下会讲 但是 这种语言有他强大的地方 但是往往 呃 在程式的这种领域 一个强大的点 就会带来一个大的问题 OK 那 这种强大的点 他这样看起来 其实是很弹性的 但是这种很弹性的结果 当然你会带来个因的问题 那 你要选择语言 你就要去取舍 我到底该 选择什么样的语言 我如果一定要 所有的检查都很严密 那 我应该选什么样的语言 所以 这是一个取舍 所以 这个变数 也可以拿来接物件吗 可以 欸 他有 他物件的方法 而且他的物件是非常天生的 而且 非常简单 简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那 如果你学过JavaSquid 你就会发现说 啊 原来物件导像这样做就好了 我干嘛还要 封装继程多行 干嘛 不累了 你看 但是你不理解他 你会发现 诶 继程到底要怎么做 我之前 大概 大概 六七个月前 我在写那个JavaSquid 程式人杂志的时候 我觉得 到底继程要怎么做 搞了好多种方法去弄继程 然后最后发现 在JavaSquid里面 根本就不应该用继程嘛 因为 他有更好的方式 你干嘛要继程 所以 硬在JavaSquid里面搞继程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跟他一点 天生不合 那 JavaSquid是 用Prototype 圆形 那这个后面 我们会再看到 这个很会 很厉害 很短就把他讲 全部讲了 当然不过 你还是得自己去操作之后 你才会熟悉 所以我 我如果定义一个新变数 最好是加上VAR 如果不加VAR 可能会容易出错 所以这个就是 程式员的习惯 你要养成好习惯的问题 所以在一种 特别强的语言里面 你必须要去养成 特别好的习惯 否则他就会有 特别混乱的结果 那这是工程 已经不属于那种 科学了 我要怎么管理 一万行的层次 或一百万行的层次 或一千万行的层次 你能够管理一千万行的层次 那就是工程 我当然也可以宣告一个辩序 但是不用给他指 不给他指 你就直接宣告VAR 那我也可以 像做运算 像这个 加等于5 乘等于5 这个 可能 会C的同学都很熟了 那 但是 没学过C的人 我看这个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 上VAR 等于上VAR加5 就是加等于5 这个符号的意思 那 上VAR等于上VAR乘10 那就是乘等于10 这个符号的意思 那 加加就是把这个变数给加1 所以如果它是100 那就变101 减减就把这个变数给-1 所以如果是100 变99 那 这边 MyArray 我接下来碰到的这个东西 你就会觉得 诶 这JavaSuite 真的 动态语言 为什么他不想去决定形态呢 因为 动态有它的好处 来 我们来看一下动态的好处是什么 这里 VAR MyArray 这个MyArray 我们就用个中挖号 就代表正列 那里面呢 我要塞什么 我这里塞了个字串 这里塞了个整数 这里却塞了个固连值 可以啊 JavaSuite 你可以这样乱塞 那 但是如果你在 C Sharp 或者是在C元里面 你要这样塞 那就 就 你前面可能要强制转型 或干嘛 对 就会累 累多了 没办法写得这么简洁 乱塞也会有缺点 对 一旦你这样乱塞 那我每次进去 我都要检查 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型态 不是很累 如果不检查会怎样 不检查你可能会不小心 呼叫了某个 他没有的运算 然后就产生错误了 那 但是 这就是动态语言强的地方 和弱的地方 强的地方 就是 你什么都可以塞 弱的地方是 请你自己 小心 不要做 奇怪的假设 你也可以自己 塞同一个类型 可以 看自己 对啊 就是程式 Programming有完全的控制权 对 但是 完全的控制权 也可能导致完全的混乱 OK 所以 这样塞 OK 是OK的 只是你程式要不要这样塞 是你的选择 所以我写 买array1的话 就是 从0开始算 javascript还是从0开始算 所以1是这个 1是45 那 买array本身 array本身 在javascript 就是个物件 不只是array 所有东西在javascript 都是物件 所以他后面都可以加点什么 如果你点一个什么 函数是 那个物件根本没有的 会怎么样 执行的时候 就会出错了 编译的时候 不会告诉你 你什么点 他都没关系 但是执行的时候他就错 那 事实上交他输入根本 你不用编译 所以 你不可能期望 编译的时候 告诉你 他没有编译 他就是没有编译 他是一个 直译式语言 但是现在已经把它变成 立即编译的方式在做 好 那 myradian length 那他自动会算出这个 这个 正列的长度 那为什么是 他说是4呢 因为 你这里有三个 对 三个 后来又再push了一个 就变4个 所以长度变4 那接下来就是他的物件 这就是他物件 你会觉得 这个 奇妙的地方 为什么 语法这么简单 就弄出物件 但是我们在 C-sharp 里面搞了半天 封装继承多型 然后 然后一定要定一个类别 在new才可以一个物件 他统统都不用 为什么 他直接用大括号 只要你用的大括号 就是物件了 而且 而且呢 他的物件 其实是个字典 C-sharp 里面不是有dictionary 他的dictionary 是整个系统最基本型 所有的物件 所有的物件 就是从dictionary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 以C-sharp 而言 你可能宣告一个变数 OK 就是他 那或者是你宣告一个函数 也是 你不管是什么 那反正 你的名称放在这里 但这个其实就是dictionary 里面的key dictionary dictionary里面的key 我用这个key 来取得那个词 所以其实他里面的实作 通常是用个杂错表 用个杂错表去做 那有时候他觉得杂错表不够快 像我前一阵子在研究那个 盧瓦德 原始 他们为了这个 这种 这种 dictionary的形态 萨费复兴 他用一个杂错表 再加上一个 正令 两个 去 同时做 这样 不管key是塞 四串 还是key是塞01234 他的速度都很快 所以他们会去做这种事情 那 OK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物件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 你把它看成变数也可以 你把它看成key也可以 key 这边就是value key value key value的配对 就是dictionary 也就是他的物件 所以他说 collections of key value pair 就是物件就是一堆的key 和value的配对 这就是物件 很简单 就这样喔 那 所以呢 我如果宣告 你看 我这边写my key 对不对 ok 然后呢 奇怪的是 你看这里 他再加上字串 可不可以 可以 在这里有加字串 跟没加字串 是没差的 因为 这个就等于是my other key 只是中间有空格嘛 所以我不太可能写成这个样子嘛 不然的话 语法会错 就加个字串 把它加起来 因为它其实就是字串 那如果你要检查某个东西 是不是在里面 就更简单了 你就直接把那一个 那个辨出 用点什么 然后看他是不是等于undefined 如果 是不是等于no 如果是no 就是不存在 如果不是no 就存在 ok 所以当我写myobj 他可以用点的方式 点的方式去存取这个my key 存取这个my key 他也可以用括号的方式 去存取 那这两种方式都可写 所以当他写myobj my other key 那他不是说my other key是4 所以他就成为4 那可用点吗 可以 但是你这个例子不行 因为他中间有空白 语法会错 所以你就不能用点 但是你可以用点的话 点 点后面加字串 字串引号 他语法就不会错 ok 所以其实是可以用点 但是这样写很怪 所以一般我们还是会这样写 因为点后面用字串引号 人家会觉得很怪 所以一般我们还是会用 用这个方括号 做这种字串的内容的存取 比较好 你程式看起来人家也比较懂 那再来的话 点my key 那就取了my key 这个值 那就是my hey 那 my obj 点 my third key 那你就会发现 我这里根本就 my obj 根本就没有my third key 对不对 但是呢 他现在马上就帮他设 my third key 等于true 可不可以 那这时候 我的my obj 会变成怎么样 会变成除了这两个以外 会变成除了这两个以外 还有一个my third key 他的内容是true ok 弹性吧 很弹性 再来 my obj my false key 我根本就没有my false key 而且我也没有射过 对不对 但你这样子存取可不可以 可以 他会传什么给你 他会传回 on define 他会传回 可是我整个印象中 如果是用这种方式 他好像会传回on define 用这种方式 他好像会传回no 这个 这个得查证一下 等一下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好 那 再来 就是 控制逻辑了 对不对 文教 你现在已经把物件学完 再学控制逻辑 很奇怪 我们之前不是都学 控制逻辑 再学物件 他因为他的物件真的是很 很简单 所以 所以 这个东西 他反而放到前面讲 所以他用这个物件 没办法写函式吗 可以 函式也是可以 而且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Johar Smith 一个 众语言 一个强的地方就是 他的函数 不是赤等蜂蜜 他的函数是 是 基本 就是 就是 具有 跟别人一样地位的公民权 公民权 公民权 就是平权 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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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就是跟 参数是一样的 不是有个比较高的 是全部的自己条件都一样 你这样讲 我其实 其实 没有办法 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 但是 我 我稍微再解释一下 他的函数 就跟1234这种整数 或者是 跟 不临值 或者是跟 正列 都是 一样的 地位 所以 我可以把任何一个变数 指定成一个函数 然后再用那个变数的去呼叫 加括号去呼叫 那个函数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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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我刚刚没有分成 所以 他的函数基本上 就是一种形态而已 那 这种特性 你 你用习惯 你会发现 哇 太好用了 这种特性真的太好用 那 有这种特性的话 像 C sharp 你还有 可以用一个什么 delegate 不用 根本不用宣告形态 直接 我想要一个函数 然后我想在物件里面 创一个函数 那我就obj.f等1 那个函数就好了 然后我就再 呼叫obj.f3 把参数到右边 ok 最后面你会再看到 我们先看if 所以 count等1 然后 if count等3 就做什么事 else if count等4 就做什么事 else 就做这个事 那你当然知道说 这个程式呢 他最后会做else 对 因为 他不等于3 也不等于4 所以他会做as 这是条件分支 那如果学过c的同学 应该都很清楚 学过任何一个程式语言 应该都很清楚 那没有学过程式语言的人 可能这里 这里 你就要再 有任何问题 赶快先 看不懂的话 就赶快先提出来 不好意思 下课时间 那我们就先 看到这边 先暂时休息一下 休息个十分钟 那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把这个讲完 那今天我们预计 就是把JavaScript 讲完 那如果还有时间呢 我们就讲 AI的第一个程式 最简单最简单的 我先告诉各位 我们要做什么程式 请问你要怎么用 程式写一个 写一个函数 让他可以做开根号 不可以呼叫系统函数 不可以呼叫现有函事故 请做开根号 请问你怎么做 我传入4 那你就要传回2给我 我传入5 那你就要传回 根号5的那个 5点数给我 无限迷信 那请问你怎么做 你可以想一想 用JavaScript 你可以想 那我应该怎么做 或者用其他语言也可以 其实我不是不限语言 只是我上课用JavaScript 各位可以想一想 我们先休息一下